男人在地上花了一个圈并扬言 谁能踏进这个圈子不死 便能饶水一条小命 尽敢在我岳阳门外扎野 看我怎么教训你 不忍师们收入的弟子拔剑而去 却在踏进圈子的瞬间 被一棒抬死 护山长老见来者不善 当即点地起身 训即出见 剑势如铺 男人不敢不打 长老便借着他挡剑的力道 一跃而过 落在轿上 突然轿杠一抬 澎湃的内力 立时将长老挤得倒飞砸地 数名岳阳门弟子闻声赶来 却见那武功深不可测的 护山长老早已是双眼发污 憨恨而去 俗见证 众弟子听吧 立刻将男人合围 各个面露凶下 杀鸡抖现 但见粉轿拔地出圈 男人立时 复棍挪步 只听短棒烈烈生风 周身三尺 皆是哀号不断 他没有说话 却在用行动告诉众人 踏进这个圈 是龙你得盘 是虎你得握 众弟子后退一步 旭空出剑 剑后藏长 八兵宝剑如从八道闪电 羞的一声 朝粉胶击射而去 下一秒 一股肉眼可见的体浪 子教内溢出 谭飞宝剑 反杀众人 便在此时 又有一人 自越阳门内飞出 正是掌门 李铁心 我们越阳门 对你向来是一礼相待 可是你一次又一次 在越阳门大开杀戒 铁心要为 越阳门亡死的弟子 讨回个公道 不等对方打话 李铁心踢开男人 就朝粉叫几次 却听丁了一声 那本座虎扑胀的李铁心 便再也不能前进分毫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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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这剑 别动 李铁心闻声一看 这才发现 手中亮弱星辰的宝剑 早已是漆黑如墨 好凶的毒 今日死了八人 还是五十七人 三日之后 叫闲老头再次听命 幻音刚落 男人转身就走 岳阳门下 置上八具死不明目的尸体 以及贪坐在地上 不敢多言的李铁心 一时间江湖上流言四起 都在传 那个曾经让天下英雄 劲低眉的女人 又回来了 这条消息 直接让岳阳门 闭关数十年的老宗师 道心受损 不得不强行出关 他只是看了一眼爱图的宝剑 下一秒 便惊骇的要解散宗门 门内老一辈的高手 全部面面相去 因为他们也看见了 那把漆黑如墨的剑 来人是用寒沙 摄影的惊人内力 将毒气 灌注于刀尖之上 错不了 江湖上能有 这般内力的人 便只有他 是谁哄手 老宗师 随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再次听到他的大名 却还是止不住的 寒毛倒数 我只盼着 他便伤及无辜 只杀我一人 老宗师 自知无力回天 让门下地址 去留随心 雄霸一方的岳阳门 倾刻间 坐鸟寿散 留下的 则是要跟门派共存亡 但岳阳门外 早已杀鸡重重 想逃命 哪有那么简单 去为三七路 第二天 这些逃命之人的尸体 便整整齐齐的 出现在岳阳门外 老宗师缓顾四周 各位长老 弟子皆斗志全无 绝望登死 唯独有一人 临危不乱 此人名叫尹建平 乃是代义投尸的名门之后 其父辈与老宗师 亦是以兄弟相称 老宗师自知命不久矣 遂传下玉龙剑 是要举一派之力 报他平安 而尹建平逃生以后 必须要将水红勺 重出江湖的消息 告知双鹤唐和清风堡 你只要赶在水红勺之前告诉他们 他们就会有所防备 就不会像岳阳门一样 遭受灭顶之灾 第三天 纳定危险诡异的分教 如约而至 老宗师亲自出手迎敌 这才惊觉 教宗人根本就不是水红勺 而是水红勺的土地 干食酒魅 老宗师不要面上云 但风轻实则暗暗信惊 他如此年纪 竟然有这么深不可测的功力 老宗师不敢多想 当即左足点地直见腾空 双方以快打快 以狠斗狠 如双龙净宝 似对虎争实 寻常弟子只听到耳边 尽时磕碰之声不断 再回过神来 那老宗师早已被砍得 劈头散发 狼狈不堪 老宗师自知打他 不过不愿受辱 仅耗尽全身功力 打出了升平 威力最强的一仗 煞世间震气极荡 强大的内劲震得双方 均是后退十步 我刚才只用了两长的功力 只会震乱你的心脉 废了你的武功 绝对不会伤进你的性命 老宗师绝望一笑 虽是既不如人 但至少还能掌控自己的生死 仙老先生 你不能死 师父他还要见你 世间万物 不以你师父之喜而生 更不以你师父之恨而亡 说吧 老宗师望着遍地狼藉的岳阳门 惭愧而终 这期间 尹建平一直藏在祠堂 镀层露面 又因老宗师 赠下的欲绝而躲过了 十九妹的七步断肠红 待尹建平马不停蹄地赶至双鹤堂 蔡京局 这里早已是辉煌不在 人去楼空 弱大的宗门 只剩下疯疯癫癫 醉熏熏的宗主 米如燕一人 尹建平无奈 便想带着米如燕一同逃跑 可刚刚走出宗门 却见那米如燕不慌不忙 向上一指 你看 那是什么 各位少侠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